在双11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了一款外形非常新颖的小主机 那么今天终于到货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四网口低功耗迷你小主机 硬库RE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软路由的金水 快递到手之后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它整体的包装外面是一个气囊里面裹着一个盒子 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拿出这个盒子 大家可以看到盒子上面印的是它的logo 我们现在把它包装打开 左边就是硬库RE的本体栏 右边是12伏2.5A的电源 接下来我们抽出底部的纸片 就可以看到后面有螺丝包 包括屏幕的挂架以及使用的说评书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机器的本体 整体是灰色的CNC的结构 顶部是塑料的材质 机器的正面是一个开机的按键 和两个USB3.0A口 右侧是一个Type-C口跟一个TF卡的插槽 最高支持1T的容量 下面是两个风扇的出风口 左边是一张产品的贴纸 背面四个IR6V的2.5G的网卡 一个DC12伏的Type-C的电源接口 跟一个HDMI的接口 机器的底部是进风口的风扇 那我们揭开顶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NVMe乘2的接口了 那这里面采用了2242的SSD 好 我们取出里面的四个螺丝 我们就可以轻轻的把它整体抽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两块主板 跟一个风扇组合而成的 整体的结构还是非常精巧 底部的进风口配有防身网 再通过旁边的散热出风口 把它热量带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大小 跟H68K差不多甚至比 那R1一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N5105 另外一个是N6005 我们收到的这个CPU 是奔腾银牌的N6005 N6005是21年Q1季度发售的 主打移动产品的10nm工艺 四核四线程TDP功耗10W 基础频率2.0GHz 最高3.3GHz 最高支持16G的2933的DDR4的内存 显卡核心拥有32EU 最高支持4K60帧的输出 支持AES新指令级 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VT更差跟VT更低 好 我们接下来先做一些测试 由于硬库R1这个设备有温度强 所以我们在Windows里面测了两遍 一遍是未解除温度强的 另外一遍是解除温度强的 在未解除温度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表现依旧都非常好 它的核心频率能保持到2.5GHz到2.6GHz左右 核心温度会稳定在75度 那么它的温度强就是75度 解除温度强之后再进行单考FPU 基本大家可以看到是一条直线 烤机30分钟在最后几分钟的时候 才出现了花屏的情况 整体的过程核心会稳定在2.8GHz左右 核心的温度最高94度左右 功耗才是在28了 整体功耗表现受到了电源跟散热的影响 基本上还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NVMe的接口 由于是差2的 所以说它在Windows下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那么读取在1598兆 写入只有1154兆 鲁大石综合评分386803分 CPU得分145206分 CPU-Z单线程304 多线程1189 CPUMac单线程1736 多线程5046 Jinkbench 5单线程690 多线程2338 VP9的视频4K60帧 本地视频播放 CPU的使用率在10%左右 同样的视频在流媒体网页上观看 CPU最高的使用率在60%左右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OpenWRT常用的加密算法的泡粉 首先我们测试了AES 430538分 在我们的天地排行码排名第5名 接下来是XX20 221399分 天地排行码排名第6名 最后是CoreMac 80346分 CPU功耗最高能保持在27瓦左右 解除功耗墙的状态下 我们又测了一遍 91548分 CPU的功耗直接飙升到30瓦左右 基本上是压着上限在跑 那么两者几乎差了1万多分 软流天地排行码排名第3名 那么这个分数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1135G75000多分 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给力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网络的速度 广东电信1000兆 技术带宽 本地测速 SpeedTest下载1124兆 上传118兆 CPU使用率呢 在11%左右 B站测速 下载1138兆 上传116兆 CPU使用率呢 在9%左右 油管测速 下载933兆 上传121兆 CPU使用率呢 这时候在5%左右 大家从这可以看得出来呢 CPU的性能呢 确实还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网口的内网传输速度 测试机发送数据 软流游接收 2.36G 使用-R参数 软流游发送数据 2.35G 接下来呢 使用-P10的多线程传输 测试机发送数据 2.37G 使用-R参数 软流游发送数据 2.35G 基本上可以满足 2.5G应有的表现 而且呢 并没有开启CPU的节能 好 总结 这款小主机呢 其实是我今年 比较喜欢的其中一款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外形非常非常之小巧 那么在小巧的同时 它的性能方面呢 也得到了很好的释放 基本上已经快赶上 这一台的神优 7505U了 即使在未解除温度强的这个状态呢 它的性能移展表现得非常强劲 基本上可以超过之前我们测的 其他的N6005的这个机器的 那么你如果要是追求性能的话呢 那么不妨可以看一看这个小主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 由于体积过于小巧 甚至呢 它的受到了电源的物理的限制 它的实际的功耗释放 并不是非常理想 而且它的散热的风扇呢 其实稍微有一点的小吵 希望厂家可以在下一版增强 它的散热的同时 尽量风扇的静音 才会做得更好一些 那我这次呢 会把购买的链接呢 放到视频的说明 跟评论区的致敬 神技能的观众呢 会有专门的30元的优惠 那么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的咸鱼店铺呢 也同时会有一些其他的新产品 如果感兴趣的 也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路由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 打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东西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下次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